各位朋友大家好 昨天的节目说到 中共第二把手 新任国务院总理李强 跟习近平已经是出现了不合拍的现象 两个人渐行渐远 3月30号 李强被缺席 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 这就是习近平释放信号 李强已经不再是他信任的轻信了 今天的新闻进一步加深了这样的迹象 今天人民日报报道 3月31号 国务院召开第一次廉政工作会议 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主持会议 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 张国清 刘国忠 国务委员王小红 吴振龙 慎怡晴出席会议 中纪委书记李希应邀出席会议 这个新闻的看点 就是国务院 廉政会议的规格跟过去不一样 国务院总理李强的地位被降低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看一年前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时期 国务院廉政工作会议的情况 去年2022年4月25号 国务院召开第五次廉政工作会议 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副总理韩正 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 刘鹤 国务委员王勇 王毅 赵克志出席会议 国务院秘书长肖杰主持会议 中纪委书记赵乐际应邀出席会议 在李克强的时候 国务院廉政工作会议的主持人 是国务院秘书长肖杰 肖杰是李克强的大管家 就等于就是李克强主导这一次会议 会议的程序内容这些 都是由李克强可以完全自主来安排 而现在的国务院廉政工作会议 变成了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 主持会议 丁薛祥在级别上和李强之一样的 都是郑国级的常委 李强参加由副总理丁薛祥主持的会议 那么这个会议的程序内容 都是丁薛祥来安排的 那么李强就是在会上发言而已了 所以习近平让副总理丁薛祥 主持国务院廉政工作会议 就等于是拿掉了李强的会议主持权 这就是再次的表示 习近平对李强的不信任和待遇降级了 同样李强在讲话中 他也紧紧提到习近平的名字三次 也就是他对习近平的态度也是比较冷淡的 现在看上去 李强是越来越有当年中共第二把手林彪的感觉 所以我们回顾一下林彪的经历 对观察现在第二把手李强是很有启发性 当年毛泽东为了打倒刘少奇 把本来在党内排名第六位的林彪 一下子破格提拔为第二把手 轻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 然而刘少奇在1969年被彻底打倒之后 才一年后的1970年8月 中共九届二中权会上 毛泽东和林彪就翻脸了 只不过当时中共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 中下层的干部和一般群众 完全不知道毛泽东和林彪已经翻脸了 因此在一年后1971年9月发生林彪叛逃事件的时候 人们非常的吃惊 以为这是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 其实如果知道毛泽东和林彪早在一年前 1970年的中共九届二中权会上 就已经翻脸了的话 人们对林彪的叛逃就不会那么吃惊了 搞清楚为什么毛泽东要跟林彪翻脸的原因 对理解独裁体制的一个致命的结构性缺陷是很有帮助的 这个结构性缺陷在古代叫做皇帝和众臣的关系 在现在就叫做第一把手和第二把手的关系 这是一个致命的危险关系 大家都知道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有名的典故 杯酒式兵权 宋太主赵匡应在登基当皇帝之后 对那些掌握兵权的众臣 跟他们实话实说 对他们交底 赵匡应把众臣们叫来谈话 喝酒聊天 赵匡应在酒席上明确告诉他们 我当了皇帝以后我的心态和我的立场已经变了 我对你们的看法或者要求也就是变 我在当皇帝以前我的目的是夺权当皇帝 为了夺权当皇帝 我需要很多人来辅佐我 为我奋勇杀敌 为我来夺取政权 我就是在你们这些人的辅佐之下 现在我当上皇帝了 我当上皇帝之后 我的目的就不再是夺权了 而是要变成保住我这个皇帝的位子 要维稳了 我的目的变了之后 我对你们的看法就变了 你们这些人当年为我都是一些建功立业的大将军 现在呢 你们反而成了我维稳的障碍了 因为当年我为了夺权 给了你们很大很多的军权 来帮助我打倒我的反对派来夺权 可是我当上皇帝之后 我就对你们不放心了 我担心你们中间有人会寄予我这个皇帝的皇位 有野心要夺我的皇位 不是说我这个人疑心特别重 换了你们到我这个位置 也会有同样的想法 如果你们要消除我对你们的怀疑 最好就是交出兵权 退出政坛 告老还乡 我会给你们安排很好的物质待遇 让你们安度晚年 如果你们还想继续在朝廷里继续做官 继续掌握兵权 你们就会成为我维稳的障碍 到时候为了维稳 那我可是六亲不认 赵匡运对他们这些众臣实话实说 坦诚交底之后 第二天那些被赵匡运叫去谈话的众臣 纷纷上书要求退休 告老还乡 于是赵匡运就给他们赏一重金良田 让他们去安度晚年 赵匡运的故事 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好皇帝的故事 一般的皇帝还真是做不到赵匡运这样 他能够把自己的想法实话实说 把自己的想法真实想法告诉他的众臣们 所以一般皇帝虽然对这些众臣怀疑 他放在心里不说 于是就出现新皇帝登基之后 来一个狡兔死 走狗喷杀功臣这样的历史悲剧 看了赵匡运的故事 我们再看毛泽东 当时毛泽东为了打倒刘少奇 把林彪破格提拔为第二把手副统帅 给了林彪非常大的权力 还给他一个清定接班人的承诺 然而毛泽东这么重用林彪 就是为了打倒刘少奇 其实并不是真的他要对林彪这么好嘛 所以等到刘少奇被彻底打倒之后 毛泽东夺权的目的达到了 这时候毛泽东的目的就变成要维稳了 毛泽东的目的从夺权变成维稳 那林彪帮助毛泽东夺权的作用就结束了 那这时候林彪掌握的巨大权力 反过来就变成毛泽东维稳的障碍 所以从独裁政权的权力结构和历史经验来看 毛泽东和林彪翻脸是必然的 换上赵折东 他也会和林彪翻脸的 林彪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他很清楚历史上那些狡兔死走狗喷的典故 他也知道刘少奇打倒之后 他这个掌握巨大权力的副统帅 就成了一个毛泽东维稳的巨大障碍 毛泽东为了维稳必然要把他拿下来 如果这个时候林彪告老还乡 辞去一些职务退休回家养老 这样林彪是可以安度晚年的 但问题是林彪已经享受了 当第二把手那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快感 这个权力快感就像吸毒一样 会让人上瘾 欲罢不能 所以林彪在享受了这个巨大的权力毒品的快感之后 他就不可能戒毒了 不可能再想到告老还乡去退休了 所以这时候林彪剩下的出路 就是一个危险的游戏 就是反过来要把毛泽东搞掉 至少要把毛泽东那些至高为无上的权力给他分散掉 要缩减毛泽东的权力 这样林彪才能获得安全感 或者获得安全 所以林彪和毛泽东翻脸 其实他也早就做这样的准备了 而且对于林彪来说 他跟毛泽东翻脸是一早不一迟 时间拖久了 毛泽东可以慢慢拿掉林彪的权力 到了那个时候 林彪连翻脸的资格都没有了 因此林彪就要在毛泽东刚刚达到刘少奇之后 马上就开始主动发起进攻 就是要向毛泽东要权 要分散毛泽东的权力 关于林彪的事情 我在我的另一个油管节目 颠覆文革毛泽东里有详细的说明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 那我们再看习近平 习近平在去年中共二十大打破惯例连任之前 他是处于一个夺权当皇帝的过程中 那个时候习近平需要很多人来辅佐他 等到习近平连任之后 等于是他当上皇帝了 这时候习近平的目的也就变了 从夺权就变成维稳了 所以当初为了习近平连任出了 很大力量的老资格的亲信习家军 在习近平连任之后 很多人反而被逐出了权力核心 这就是因为这些老资格的习家军 在习近平当了皇帝之后 他们反而成为习近平维稳的障碍了 现在这个第二把手李强 就是一个老资格的习家军 按道理说 李强不是习近平理想中的第二把手 或者理想中的接班人 现在习近平只是在当前无人可用的情况下 暂时启用李强当总理 所以李强就是一个过渡的人物的角色 他不可能成为习近平的接班人 不可能他今后接习近平的班 既然李强不是习近平的接班人 那么李强下台那是早晚的事 对于李强来说 他自己其实也很清楚 他就是一个过渡的人物 他绝不是习近平意中的接班人 所以用不了多久他就会被换掉 但问题是 李强现在享受到这种第二把手 那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力快感之后 他很可能就会像林彪一样就上瘾了 因为权力这个东西就是像吸毒一样 不让人上瘾的 叫做欲罢不能 所以李强在享受权力毒品这个快感之后 他也不可能戒毒了 他很难心甘情愿说我回家退休 这样一来 李强剩下的出路 那就是跟当年林彪一样 就要走上一个危险的游戏 他就要反过来把习近平搞掉 至少要把习近平那些至高无散的权力给他分散掉 这样李强才会有安全 而且还有一个更糟糕的事情 就是李强是不是有野心 这还不是李强自己说了算 而是由习近平来说了算 不管李强是不是真的有野心 只要是习近平怀疑李强有野心 李强就有野心了 他是百口莫辩 你没有野心也得有野心 既然是李强是不是有野心 是由习近平说了算 那么李强想要打消习近平对他的怀疑 那就太难太难 既然如此 李强即使没有野心 也可能被习近平怀疑有野心 所谓就汪丹一个虚名了 这样一来 李强还不如真的有野心 还省得每天提心吊胆 去看习近平的颜色 怕习近平怀疑他有野心 因此李强也就应该做好了 和习近平翻脸的准备 也就是因为李强他现在 有这样的野心 他要想继续享受 当第二把手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力快感 所以习近平对李强的这些动作 是不可能无动于衷的 他肯定要对李强要出手 要限制 或者是要对李强进行一些修理的 所以对于李强来说 他跟当年的林彪一样 他要和习近平翻脸的话 要做一早不一迟 时间拖久了 习近平误设到取代李强的人物 到时候李强他连翻脸的资格都没有了 所以李强就要在他刚刚上任总理的时候 马上就开始主动发起进攻 要给习近平一个措手不及 最近李强频频打出改革开放的旗号 向外商外资喊话 向私营企业家是否 特别是花了大力气 把马云从国外请回来 这些都是和习近平的想法唱反调的 大家都知道 习近平是希望搞自力更生 搞内循环 国有企业做大做强 国营供销社 共同富裕 这些社会主义的东西 如果李强要想讨好习近平 他就应该大力发展那些社会主义经济 搞自力更生 内循环 而不是去进一步扩大引进外资 进一步去扩大私营企业 然而现在李强却大搞资本主义经济 放话说要进一步引进外资 还要扩大私营企业 这些和习近平的想法都是完全相反的 当然这也可以以为是因为当前习近平也是为了救经济 所以他对这些资本主义经济的东西 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先把经济救起来再说 这就像上世纪60年的大饥荒时期 毛泽东为了救经济 对刘少奇搞的三自一包 这些资本主义路线的东西 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等到刘少奇把经济救起来之后 毛泽东马上翻脸 开始批判刘少奇搞三自一包 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所以刘少奇发展经济的功劳 反而后来成了他的罪名 现在因为中国的经济相当困难 习近平也不得不对 李强这个资本主义的经济路线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是如果经济一旦好转之后 习近平很可能马上就会翻脸 那时候李强就危险了 因此李强他也要吸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 要在中国经济困难的时候 就要对习近平开始发难 当年刘少奇吃亏 他就是没有在经济困难的时候 对毛泽东发难 结果他自己悲剧了 所以现在李强一上台 马上就要大线伸手 要大干一番 这样一来 习近平和第二把手李强的 这个结构性矛盾 就提前爆发出来 好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 观看我们的频道 希望今后继续得到朋友们的支持 和帮助 明天见